然后再往下看一下 用户中心这三个页面 这三个页面 个人信息 全部订单和收获地址 那么这些呢 我们首先从第一个页面开始看 我们上面我们应该拿什么信息 比如用户直接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要拿两部分信息 首先第一步 用户的基本信息 这一步呢 应该存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吧 我要查出来 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个用户的最近浏览 所以你在这边呢 我们就先把这里面 我们过来之后 我们要拿什么内容 拿什么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在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 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 在这里面 你需要做的是获取用户 它的一个个人信息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看到这里面 获取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 获取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 这里面 然后这是我们这几个页面 我们先分析出来 我们最终要拿哪些信息 这个代码呢 我们一会再写 一会再写 然后呢 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订单页面 点到这个订单页面之后 点到我的订单 这个要拿哪一部分信息 是不是要获取用户的订单信息 对吧 现在你一过来之后 你要去获取用户的订单信息 获取用户的订单信息 这是这个页面的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address view 那么在这里面 当用户他一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一点开之后 他要获取哪一部分信息 对吧 收获地址 那么这一部分呢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简单一点啊 我在这里面 首先你过来之后 我在这里面 我要获取这个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啊 获取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啊 给他做一个显示 然后呢 同时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分析这三个页面 如果你是以get来访问的话 我应该去做什么操作啊 做什么操作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下面呢 我们从哪一个页面开始看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address啊 地址页面开始看 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啊 我们除了这个address这个页面上啊 除了这个显示地址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表单 对吧 这个表单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 比如说我要去一点击提交 我去添加一个地址 对吧 添加个地址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就跟我们的这个注册页面的显示 还有呢 用户的注册 以及登录页面显示和登录是一样的 你可以呢 让它对应同一个地址 get形式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显示信息 对吧 post形式访问的时候呢 就是添加地址啊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呢 就做一个编辑啊 找到我们这个 Uda Center Site这个页面 看一下它的这个表单 也就是这个表单啊 这表单呢 我们要改一下它的 matter的 给它设置为 post 好 action的话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对吧 我不写 它是不是就往当前地址进行个提交 对吧 所以呢 我可以 我在这边我就不写了啊 action 然后呢 里面收件人 给它起一个name 比如说我叫receiver啊 receiver 然后 详细地址 哎 它是一个文本输入框 name呢 我就叫到 addr 然后呢 这个 游别 起一个名字 zeep code啊 zeepcode 好 再往下手机 来一个 phone iphone啊 ok 那么 这里面呢 是它 你把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 表单post提交 加上一个 csrf token啊 csrftoken 好 那么你有了它之后啊 下面 最终这个 你点击表单这里面进行提交的时候 它就应该对应着我们这个类里面的post的方法 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定义啊 叫做define 然后定一个post啊 post里面 接收一个参数叫做request啊 在这里面post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写的是地址的 添加 好 添加的时候 这个步骤呢 还是我们讲的通用的步骤啊 它给你发信息过来的 首先 接收 接收 数据 接收完之后 交业 交业啊 交业 数据 好 交业完之后 下面呢 业务处理 对吧 业务啊 处理 在我们这边就是地址添加啊 地址 添加 地址添加啊 那么再往下 最终 我们返回一个应答 对吧 一般就这个流程啊 返回应答 好 那么这个接收数据呢 你注意 我们在这里面 看一下我们要接收哪些数据啊 在这里面给你发过来三个东西 是不是 给你发过来四个啊 receiver addr 邮编 还有这个 phone啊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接收了啊 直接是 request 点 哪一个 post啊 点get 对吧 receiver啊 receiver 这里面呢 是接收这个收件人的 信息啊 receiver receiver啊 收件人 那么 然后再往下 我去接收一下 这个收件地址 request 点post 点 get 其实一个 addr 这个面呢 我就叫addr 这就是收件地址 好 下面呢 再往下 邮编 request 点 post 点 get 叫做 z p code啊 zp 下滑线 code 叫做邮编 然后再往下 还有个电话 叫做phone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就接收啊 接收完之后 在这里面找到这个 zip code啊 zip code 好 再往下呢 这里面还有个phone phone等于 等于request 点post 点get 写上一个phone 那么这一步呢 是接收数据 接收完之后呢 下面我要进行数据的一个 教验 这个教验的话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呢 去判断一下这个数据的完整性啊 如果 not out out 谁呢 receiver 然后呢 这个 addr 对吧 addr 之后啊 addr之后这个 zip code啊 你注意zip code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看一下我们模型类这边写的 找到 Uda的models里面 找到这个 zip code啊 我特意写了一个 now 等出啊 就是 基本上我们现在你再去设置这个收获地址的时候 这个邮编呢 基本上是不起这个 作用的啊 你不写这个邮编其实也 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这一步呢 邮编可以不传 在这里面我们教验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做这个 教验啊 然后下面我们教验的是这个 phone啊 就在这里面 如果这三个啊 他们有一个没有的话 哎 返回一个东西啊 return render request 这个Uda center set HTML 来个 error message啊 来告诉你这个 数据 不玩着啊 好 来在这里面啊 数据不玩着 好 这是它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你既然你有一个电话 对吧 这个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机号啊 交验 手机号啊 交验我们的 手机号 那么这个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re 点 慢响 然后呢 来一个正能表达式的吧 交验手机号 这个正能表达式啊 就在这边 直接啊 放在这边 交验手机号正能表达式 然后呢 交验呢 是我们这个 phone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匹配啊 如果not i am match 对吧 不成立的话 代表这个手机号不合法 我在这里面 return一个 render啊 request Uda center site 然后对应的是这个 error message啊 手机 格式 不正确啊 不正确 OK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交验这两个啊 一个呢 是数据的完整性 一个是这个 手机号 好 再往下 业务处理地址添加 那么在这里面地址添加 你注意啊 我们在这里面 你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做的啊 我们这个收获地址页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只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就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做的很全面啊 在这里面注意啊 这边默认就是让他显示用户的默认地址 这里呢 就是在添加这个地址 对吧 你实际在做的时候啊 你可以在里面加功能 比如说 你这个显示当前地址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把用户的所有地址都查出来 对吧 我可以都把它查出来啊 查出来之后 然后呢 我在他的前面给他加一个单选框 对吧 哪一个是默认的 我就把那个单选框呢 给他选中啊 并且我还应该去支持 用户是不是可以设置他的默认收获地址 对吧 可以设置他默认收获地址 你注意啊 这里面你之后啊 你可以往下面呢 去加这个内容啊 加这个内容 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出默认地址 没有默认地址就不显示啊 不显示 好 那么像这个输入框呢 我们就是点击添加一个地址 在这个添加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这样的处理啊 哪个处理 如果 就是你添加地址的时候 如果用户 他已 已添加过 已有默认收获地址 已存在 默认 收获地址 那么添加的地址呢 不作为默认收获地址啊 不作为 默认 收获 地址 那么否则 就作为 默认收获地址啊 否则 作为 默认 收获 地址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处理啊 那么你在这里面 所以呢 在这边 做之前的地址添加之前 我们需要呢 先去判断一下 用户呢 有没有这个 默认的 收获地址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就是查询用户的 默认收获地址 我们需要呢 把我们的这个 模型类呢 导入过来 在我们的上面呢 把它导过来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User 然后User后面呢 导入这个 address啊 address 然后再往下啊 找到这边 你会看到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 address 点 object 对吧 点 get啊 get说 那么我要查询 一个用户 能不能收获地址 我是不是得有这个用户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要有这个User 这个User在哪 看到啊 这个User啊 我们刚刚上面 刚给大家说过 将过本身 会给这个request 增加一个属性 对吧 User啊 那么当用户呢 他如果能访问到这个post的时候 是不是用户已经登录了 对吧 已经登录的话 request request.user 就是登录的这个User类的 对象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 User啊 哎 获取 注意啊 在这里面 他呢 就是 获取 登录 用户啊 对应的这个 User对象啊 对应的 User对象 好 你只要有这个东西 对吧 下面呢 我查用户的 我有了他 我查的时候 哎 这个get就应该是 User等于 User 并且 默认地址 应该是 isdefault isdefault啊 那么这个isdefault呢 我们说这个 false的话 代表不是一个 默认的啊 默认的就应该是 去啊 就应该是 好 OK 那么 然后呢 再往下这里面 有一个address 对吧 好 他呢 有可能会出错 查不到就是抛异译 我们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accept啊 accept啊 accept是呢 address 点 does not existe啊 这里面 就说明 不存在默认识地址吧 不存在啊 不存在我们的默认 收获地址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不存在的话 address 付一个值 等于这个 no啊 好 付完之后 下面我就可以判断了啊 如果这个address 他呢 不是no的话啊 他不是no的话 那么说明用户呢 已经有这个默认收获地址 我把它查到了 对吧 那么对应到我们 添加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isdefault 是不是应该写一个 false 是吧 那么我在这边 我就定一个变量啊 isdefault 等于 false 好 else的时候 说明这个是no 是no的话 我添加的时候 这个isdefault呢 就应该等于 去 我来一个isdefault呢 等于 去啊 等于去 好 OK 当你到此为止呢 下面啊 我们添加一个地址 用到的所有信息 我们都有了 比如说这个 yield 我们已经获取到了 对吧 receiver addr zipcode 和fault 我们是接收参数 接收到了 对吧 这个isdefault 到底是不是一个默认的 我们在查完默认地址之后 判断之后 是不是也有了这个值 吧 所以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 添加地址啊 添加地址 那么这个添加地址呢 在我们这里面 对吧 address 点 object 点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 create 这个方法啊 然后呢 首先 create啊 是不是往address 的表里面加一条信息 对吧 address object 点create啊 往address 的表里面加一条信息 然后在里面写上这个 传入这些参数啊 user 他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user啊 然后 addr 就等于我们上面接收到的这个 addr 哎 我们先写receiver吧 哎 都一样啊 其实 receiver 等于我们的这个 receiver 好 addr 等于我们的这个 addr ok啊 这是这几个信息 然后我们把这个换一下 直接换过来 好 那么 再往下啊 除此之外 除了他们之外呢 还需要这个 zipcode和phone ease default啊 在这里面继续写 zipcode 就等于我们接收到的这个 zipcode啊 zipcode 然后这个 phone呢 他就等于我们接收到的这个 phone 好 再往下这个 ease default 就 ease default的值呢 就应该等于我们判断之后 这值 对吧 哎 等于我们的 ease default啊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给你加一个信息 好 加完之后 最终呢 我要返回一个 应答 好 这个返回应答呢 我们在这边 你添加完之后呢 哎 本身你可能是没有这个默认地址 对吧 你添加完之后有了 我就让这个页面呢 我可以呢 进行一个 刷新啊 那么在这里面 返回应答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address啊 页面啊 刷新 哎 地址啊 页面 那么这个地址页面呢 我们就可以拿着它重定项 直接是return redirect 然后呢写上一个reverse 反向解析 我要重定项的这个 u的address 对吧 我们这个重定项 它的这个请求方式 就是这个 get啊 它就这个get请求 方式啊 你这个相当于 你post访问之后 我让它 在以get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以get访问地址的时候 我们说在这个get里面呢 在这里面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部 获取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 对吧 然后呢 获取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呢 其实我们在下面呢 已经写了这个 东西啊 这一步呢 就是获取用户的默认收获地址 那么只不过在上面呢 我们看到啊 就是这几步啊 就这一步 把它 拿过来 对吧 首先先获取这个登录用户的 对应的优势对象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根据这个 东西呢 获取用户的默认地址 好 最后呢 在我们这里面呢 去使用我们的模板的时候啊 使用模板的时候 我把这个address呢 再给它传过去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address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address 这边写多了啊 把这里面 拿掉一个 ok啊 当你把它拿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呢 去做一个 显示啊 找到这边 看到这个地址上面呢 我们首先应该进行一个判断啊 我就在这里面写一个 if address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说明有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面呢 就应该显示啊 否则 else 没有 没有的话 我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 underif 然后再往下呢 来一个 dd dd里面写一个 无默认地址 无默认地址啊 告诉他 没有的吧 如果有的话 哎 这边呢 就做一个显示 这边呢 应该显示出这个 address啊 这个对象里面 这个属性叫做 add add 所以这边add 然后再往下这个 收件人 哎 就什么呢 address 里面的这个 对啊 这个叫做 receiver啊 receiver 收件人 哎 就是我们这个属性啊 所以呢 再往下 还有呢 一个是他的一个 联系电话 哎 这个呢 是我们的 addaddress 点 然后呢 models里面的这个 phone 对吧 phone啊 所以呢 在这边把它 写上啊 那么你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这里面呢 用户中心的这个逻辑 我们就补全了啊 这边对应着地址页面的一个显示 这边对应的是这个地址的一个 添加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尝试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呢 它能不能成功 在这里面首先 进入这个页面 进入这个页面啊 第一次过来之后 是不是还没有这个默认社会地址 对吧 我给他加一个啊 你加一个 比如说这个小王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北京市 昌平区 对吧 然后再往下写一个邮别 再写一个 哎 电话 写完电话之后呢 在这里面点击 进行一个 提交 哎 你提交看到 页面有没有变 看到没有 这里面呢 就 当前地址 这个默认地址呢 就是北京市昌平区 哎 谁谁收 哎 电话是多少 那么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 数据库里面呢 在这里面啊 我们在这里面 select use啊 delefresh啊 delefresh 我们的bj18 好 那么在这里面 show tables啊 show tables ok 在这里面 这些select select from我们的df address 好 那么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啊 我们把它按照这个数行来排列啊 杠 g 杠g啊 ok 看到这边是不是id等于1 对吧 哎 id等于1 小王北京上面去 EC放呢 等于这个 sure啊 对呢 user id呢 就是这个1 啊 好 那由他之后呢 你比如说你在这边 你再添加一个 你要添加一个老王 对吧 好 那在里面再来一个啊 北京 这个北京 北京市啊 这个西三旗 好 在这边 加一个东西啊 再加一个电话 啊 这样按照点击提交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第二次再加这个地址呢 默认已经有了一个收货地址 所以呢 它就不是一个默认的收货地址 哎 看到这边是不是有第二个 对吧 零 就不是一个默认的收货地址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那么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地址页面啊 它的基本的一个地址的显示 还有地址的一个 天价啊 地址一个天价 我现在就会发现了一个地址的收货地址 就会发现了一个地址的收货地址